好 欢迎收看八字实战讲座 这一段开始我们讲阳宅风水 八字东日元是自己 日元周围的甘之 八月六年有周月等是自己生活的环境 因此我们可以从八字东探出周围的环境 也就是阳宅的风水 近些年来意义的地 很多人对八字风水进行研究 有了很大进度 理解八字的经验写出来公布大家参考 用八字的预算阳宅需要了解各种类像 第一个 定位点 世神 观影处高 比结同高 时尚主题 比如说你的八字这是日元 这是观 这是硬 这是硬 等等等等 这是硬 什么都不行了 观影多 力量大 这种代表你住的房子周围高 相反 若是时尚呢 说明低 说明比肩结伞的说明高 就是地史高低 实陈在室内代表什么 硬性为房子 观影 室内厅 市场为走廊 比肩为预测和模糊 才行为厨房 室外 硬性代表房子发场所 慈善场所 农草场所 农草场所 比肩为邻居 区域运城所 慈善为医院娱乐场所等等 才行为管理金钱场所 做银行电单行娱乐场所 当然这个要结合农村和城市来看 例如你寓体 印这么多 说明家里房子多 房间多 如果你要是在城市呢 印多 说明家周围上 文化场所多 官多呢 政府当然多 五行 这个很重要 阳墓 大树桥梁 栋梁等等 阴墓呢 小树果园 玉地等等 阳火呢 野炼场所 祠堂 摇灶等等 阴火呢 灯火 蜡烛火把火炬 阳土呢 高山平地巨石 阴土呢 小山田地 阳金的金属硬 阴金的金属 柔金小于金属 阳水呢 江河湖外是其余 阴水呢 江河湖外 全水一路 阴仰特别 在于大小强弱 比如说阴土 阳土都是石头 阴土较小 有啥子 阳土较大 有巨石 对吧 比如说 你预言是人 这个子 这个鬼 鬼害 这个再来个金 等等等等 是吧 这是人 说明你家周围河多 或者你出生的时候 下午天 水特别多 这个说明 你出生的时候 带来一个 有水的环境 出生的环境 上面有水多 就这个意思 干支 天干主外 主动 比如房子的外墙 外渡的三天大树 流动的河水 走动的池量 地区主内部 进 比如房子内部改饰 内影不见的树木 禁止的核子 比如说同样是树木 天干就代表了 看不见 地区的可能代表 看不见 给什么支盖的树木 有这个意思 天干代表后面 地区代表前面 为什么呢 两个比方 日干是自己 日干是妻子 自己需要面对妻子 是吧 所以日干可以当成前面 日干后面 延伸后就干为后 直为前 大家理解一下 这个比喻 就是 一码心 它已经私下为 车辆马路 比如说这是日元 这里来个身 你家前面有路 如果这里来个四 应该就是左面 右路 如果是愿望的 路就大 就不行 桃花青 子午毛有为努力 美容场所 华丽设施 独特场所 墓库 成群守卫 神木司墓库 跟鸽子的含义来进 成为水土库为池塘 堤坝 须一代表 火库为寺庙 香火 厨房 手势轻库 为收拾机 和刀具厂 基业厂 等等 不必是募库 柴房 家具厂 等等 募库也可以看 自己的家 如日元是水 尘是自己的家 日元是火 虚是自己家 地支合汇 合汇主相连 粘着 比如说 亥子在地支相连 主角相合 消汇 亥害 亥害 相合 主河边 动的数 大家理解一下 比如说 亥害 这里有个汗 相合 就给它粘着 就靠在一起 相运在一起 这边河 以木 跟它相合 是不是 这边河边有数 就是这个意思 相冲 主动 冲主 运动 活动 猫 相中 经常修剪 输入 色列相中 水流 很快 相形柱破坏 羽形柱破坏 损伤 隐色相形柱 树木被砍断了 中保相形柱 河流被挖掘破坏 大家理解一下 比如说 以色 这是影 以色是数 48 应该行 说明数 算了 如相 同一柱 可以如相 甲虚 甲为直 70度 一条直路 丙身 丙身 身是金属 尖刀 利器 物子 物为路 紫尺湾区 说明尺湾路 可以用楼来读一下 嗯 好的 今天课讲到这里 但先 先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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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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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